第十七屆湖北武漢臺灣州 在東湖賓館舉辦 那麼臺灣出席的嘉賓 政商界共有將近七百人 道路官方原定由國台辦主任 宋濤出席 但會前三天臨時改由副主任 潘賢長代打 來到武漢臺灣州 潘賢長不忘繼續宣傳 官方推動的福建 兩岸融合示範區 喊話臺灣企業人才 加速與大陸互動 9月12號大陸官方發布兩岸發展示範區文件細節 希望做到同城生活圈 互惠商業往來 但不可迴避的挑戰之一 是全球經濟疲弱狀況 華爾街日報報導 大陸現金經濟陷入停滯 恐怕比一九九零年代日本經濟蕭條情況更慘 英國經濟學人日前夜以大陸經濟劍頂做出報導 不過對於外媒接連評論的中國經濟崩潰論 大陸新華社也發文反擊 認為都是誤導世界 動搖對大陸經濟的信心 TVBS新聞程序 李敏珍湖北武漢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